女孩被车撞死,父亲把女儿针在宠物坟场 结果女孩死而复生,成为恐怖杀人魔 大家好,我是伯乐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部悬疑惊悚片《宠物坟场》 就在不久之前 女孩一家人从城市搬到美英州的一个乡间守镇 来到小镇第二天 女孩他们就撞见了一群戴着动物面具的小孩 推着一具狗的尸体朝树林深处走去 甚至在举行某种仪式 女孩爱丽趁母亲不注意跟了上去 结果发现树林深处有一处十分诡异的宠物坟场 一天,邻居和父亲发现爱丽最喜欢的宠物猫被车撞死了 为了不要女儿难过 父亲只能选择瞒着女儿 等晚上的时候再处理掉猫咪的尸体 到了深夜 父亲跟邻居老头一起去到宠物坟场 准备埋掉猫咪 随着老头突然拎着猫咪的尸体 镜子走向树林深处 一脸懵逼的父亲只能跟到老头身后 老头把父亲带到一处神秘的地方 只使父亲在此埋伤猫咪 不明所以的父亲自好招作 第二天一早 知道猫咪不在的事情迟早瞒不住 所以父母打算对女儿谎撞猫咪逃跑了 随着女儿却说 He didn't run away Wow He was outside my window last night 接着爱丽又说 他就在那里 父亲打开衣柜 发现已经死去的猫咪就躲在衣柜里 没错 猫咪死而扶生了 不过接下来猫咪的行为很是诡异 不大叫鸟儿来吃 还装伤了爱丽 一向温顺的猫咪变得一层极致攻击性 察觉到不对劲的父亲 赶紧去找邻居老头讨要说法 老头对其表示很抱歉 说那个神秘的地方具有趣使回生物能力 但是他没想到 为啥的猫咪会变成这样 听了老头说的话 父亲本来打算给猫咪住室安乐死的 关键时刻他没办法下去横手 父亲只能开车到偏僻的野外 把猫咪丢在那里让他自生自命 爱丽久失生日这天 父母教识亲房好友跟女儿庆祝生日 但是爱丽怎么都没办法开心起来 因为他的猫咪不见了 下一秒肃弱的爱丽在公路边看到他的猫咪回来了 爱丽兴奋的跑了过去 他没注意到远处上有一辆大卡车往这边飞驰来了 弟弟看着姐姐也跟着跑到大马路上 父亲看见后赶紧冲过去就下了 但是不是控制了车尾 还是撞死了爱丽 父亲紧紧的抱着女孩的尸体 痛苦不已 局限好女儿的葬礼之后 忍受不了痛苦的妻子带着儿子暂时离开了这里 搬回父母家住 细子走后父亲无法接受女儿死亡的事实 深夜挖出了女儿的尸体 把她抱到树里伸出那块能够起死回伤的地方 把女儿埋进沙土里 果然爱丽如样的复活了 父亲紧紧的把女儿扔入怀里 完全不嫌弃爱丽身上沙发的恶丑 随后 父亲给女儿洗了个澡 但是爱丽脸色煞白 没有一丝血气 父亲用梳子帮女儿梳头 发现女儿的头发大把大把的落 突然梳子被卡住了 父亲剥开女孩的头发 发现女儿的裂开在后脑上被铁丝缝住 这一切看起来十分诡异 而后爱丽变得异常的暴躁 很快邻居老头就发现了死儿附生的爱丽 老头感到不妙 赶紧跑回家中 锁紧房门 从收地里拿出手枪 但还是被不知道何时潜入的爱丽偷袭了 爱丽手起道路的送老头领了盒饭 另一边 神时连视不上丈夫的妻子赶紧赶回家中 他看见死儿附生的女儿 女儿跑过来抱住妈妈 妻子完全没办法接受 赶紧带着儿子跑到楼上 丈夫不断的给妻子解释 可是妻子还是没办法接受 他们的对话全部被门外的爱丽听到了 爱丽收集把父亲引开 下一步 他打算干掉妈妈和弟弟 父亲来到邻居家里 发现了老头的尸体 感觉不对劲了他赶紧跑回家中 没想到正看见妻子把儿子抛出窗外 父亲赶紧接下孩子 母亲正往外跳 父亲把儿子抱到车上 锁紧车门 当他再次返回房间的时候 就见赤紧倒在血泡之中 妻子用最后一口气说 别把我买回那里 父亲一个回头 直接爱丽拿着板刀 把他拍晕了过去 树林深处 爱丽拖着母亲的尸体 一步一步的往坟场深处走去 当父亲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屋子里一个人都没有 父亲赶紧跑到坟场那里 随之却被埋伏的女儿偷袭 就在女儿准备用刀子杀害她的时候 父亲咬上了女孩的手 通了她丢下刀子 父亲反省把爱丽摁到地上 他举起铁锹 准备结果爱丽 随之却被人从背后 用一根铁棍刺死 原来是死去的妻子 在刚刚复活了 转眼第二天到了 小儿子在车里探出自愣的脸蛋 他看见一家人正往他这边走来 此时猫咪也出现在车前 他的命运可想而知 在这里我想说 有时候讨论接受死亡 也是一件好事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电影的朋友 别忘了按赞关注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